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揭秘人际交往中的隐性攻击 雷切尔西蒙斯 第十一章,在数码时代养育女孩 我曾遇到过一位女士,她的女儿正处于青春期 睡觉时她会把女儿的电脑藏在自己枕头下面 我不想让她,半夜偷偷拿走 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她翻了翻白眼告诉我 我们都笑了起来,但她是认真的 对于父母来说,在数码时代养育女孩 让人百感焦急,神秘,困惑,沮丧,不知所措,惊恐不安 拿着科技产品的女孩,就像消失在兔子洞里的爱丽丝一样 躲进了一个父母无比陌生的世界 女孩只需轻点鼠标,就能转战于电脑、手机和iPad之间 她们再往上去哪儿,做什么,和谁一起玩都顺息万变 青少年配备的科技产品,越来越多 利益规矩也是难上加难 本章将探讨父母如何才能有效引导孩子探索 永远做最好的朋友2.0版及女孩和朋友们栖身的虚拟世界 尽管社交媒体看起来令人一头雾水 但尽用绝非明智之举 你需要积极介入女儿的网络生活 在网上 她更可能说现实生活中绝不会说的话 做现实生活中绝不会做的事 许多女孩会竭尽全力避免与朋友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冲突 女儿也可能会对社交媒体上瘾 因为女孩对关系和联系非常上瘾 因此她在使用科技产品时无法自控 社交媒体也会让她的青春期常见的感情加剧 如果安自我意识极度以及竞争意识 女儿对社交媒体的需求强度往往与她遭遇危险的可能性相关 如果一个女孩竭力向父母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间 她可能已经上瘾了 正陷入一场无休无止的联系竞争之中 急于获取最新消息或更糟糕 卷入到网络闹剧中去 这个世界会让女孩情绪波动 下意识不健康地为了别人对她的看法而投入大把时间 不过也有好消息 许多女孩受够了社交媒体无情的折磨 感到疲倦 你的孩子也许看起来很乐意连续几个小时拱着腰 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 笔记本电脑不停发出提示 手机不时显示来信 她也许的确是这么做的 但实际上迫于压力需要回复的信息源源不断 还需仔细解读其中内容 这可能已经让你女儿不知所措了 许多女孩一整天都沉浸在焦虑中 因为她们必须随时知道短信和社交媒体状态 避免失宠或失去地位 她们开始用联系的频度衡量关系的质量 她们就像轮子上不停奔跑的小仓鼠一样 陷入永不满足无止无休的信息消费循环 许多女孩告诉我 如果没有社交媒体 她们的友谊会更美好 这么说的女孩人数多到令人惊讶 正如一位中学女孩 2010年告诉一位博客作者的那样 如果大家都不用 我也不用了 另一个女孩说道 我只是不想落伍 在数码时代养育女孩 有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 你是家长 你有权说不 有权设定限制 沟通此类问题时 你女儿不是平等的合作者 你可以自行选择协商余地 她能享用科技 也并非什么21世纪的应得权利 虽说你的孩子住在你家里 但这并不代表她自然而然地拥有免费智能手机 或创建Facebook账户的资格 第二 父母的职责不仅是保护她免受伤害 还要引导和规范她的行为 还记得吗 儿时父母会这样解释你讨厌的规矩 不是我不信任你 我只是不信任其他人 但我要给出一条不同的建议 你不能完全信任女儿 这不意味着你要把她当罪犯来看 只是说明你很现实 明白社交媒体的诱惑会让我们展现出最坏的一面 成人也难以信念 青少年的大脑鹅叶仍在发育 他们的确不善于反思 更习惯凭冲动做事 他们成长于一个偶像崇拜 沉溺于媒体的文化环境中 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 是私人的 百无禁忌 我们假设他们会犯错 就是在帮助他们 正如我在第四章所提及 他们绝非人们口中的数码援助您 第三 有些人认为父母需在这方面具备前沿 神秘的数码专家技能 才能高效管教孩子 这是一大误区 你不断给孩子灌输的价值观 凡事适度 安全 负责 尊重他人 有理有节等 同样适用于他的网络生活 切记 在永远做最好的朋友2.0版中引导女孩 保持镇定理智非常重要 这方面 我们不可言弃 可以这么想 在现实生活中 如果女儿遇上了一个你不太了解的问题 你绝不会因自己感到困惑就放手不管 当然 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还是有区别的 对社交媒体有一定了解会有所帮助 但养育孩子从本质上来说 还是让孩子懂得如何与人相处 养成健康习惯 帮助他在家门之外的世界获得发展 这一部分 我将概述如何将家教的基本价值观延伸到虚拟世界之中 我也会提供一些策略 帮助你女儿探索网络霸凌和网络攻击的危险 请注意 本章不涉及网络捕猎者 网络色情以及其他有技术带来的问题 以身作则 孩子会说请和谢谢是因为我们要求他们这么说 我们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同样的 他们学会在吃饭和谈话时看手机 是因为我们也会这么做 上课时 我曾让五年级的女孩子们练习请朋友放下手机并聆听别人说话 因为女孩举手献计献策 我妈妈忙着玩手机的时候 她告诉同学们 我就这么做 证据随处可见 比赛时父母坐在看台上 痴迷于手机无法自拔 许多父母自己沉溺于Fastbook 或无法抵挡开车时发短信的诱惑 显然 论及科技使用礼节 孩子并非唯一有待学习提高的群体 你的榜样力量同样会延伸到虚拟世界 假如你要求孩子在家体现出健康的科技使用习惯 但自己却无法以身作则 那孩子就很难遵从 更别提感到父母虚伪了 明确自己是家长 做父母在任何时代都并非一世 但在21世纪 为人父母还需面对独特的两难境地 新型媒介和各种科技产物狂轰滥炸 许多父母为此感到困惑 除此之外 父母的工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繁忙 讨论育儿问题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许多孩子乘虚而入 他们告诉父母 如果小孩不了解最新科技或电子设备 就会成为失败者 就会遭受排挤或遇到更可怕的情况 父母害怕孩子的预言成真 或不希望难得的家庭团聚时间中出现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此宁愿顺从孩子的说法 他们违背自己保护孩子的直觉 来换取家中平静 帮助孩子登上潮流 在全国各的做调研时 总有自认为是刻薄妈妈的女士 及那些会说不得家长把我拉到一边聊天 这是我们时代令人担忧的标志 如果人们将家长权威等同于刻薄 那么为孩子立规矩的父母 就会被视为极少数或违背常理 刻薄正是家长需要的态度 我不会在这方面多费笔墨劝说大家 实际上 如果女儿赞同你的科技使用政策 您也许就做错了 这么说可能比较笼统 但在科技使用方面 孩子的确需要受到管教 无需多言 对于那些不愿表现刻薄的父母 我只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 你还记得成长过程中见过的 最纵容孩子的父母吗 还提时代 你对他们有何想法 如今已为人父母 回忆起来又怎么看待他们 拥有一对极度纵容孩子的父母 在你幼小的心灵中也许是天堂 但等到你为人父母 心智成熟后 就会明白那样其实很危险 第二个问题 回忆父母是否曾经逼迫或禁止你做某件事 你那时很生气 如今却发现 父母的决定很明智 也许是在某个晚上 要求你参加家庭晚宴 或逼迫你坚持练琴 这类问题的关键在于 孩子无法理解这些决定 女孩了解科技 并不代表她在如何合理使用科技这方面 也具有同等权威 她认为正确的晚餐吃茶杯蛋糕 熬夜一宿 穿特别短的超短裙 对她来说不见得有益 这就是育儿面临的挑战 立规矩 说不 这么做 不是为了让孩子感谢你 而是因为他们从长远来说 需要这些规矩 日久才见效 听到不和现在还不形式成长必休克 有些事情 纯粹就是不可协商的 这些令孩子失望的规矩 同样也应约束 各种科技和网络产物 冲突 该话题有许多值得讨论之处 本身就是一种联系的形式 是一种爱孩子的方式 规矩出自关爱 将科技使用设为特权 使用科技产品 因和熬夜 开车 自己与朋友出门一样 被定义成需要争取的特权 已经发现滥用 即刻剥夺 奖励使用特权的具体条款 通常由你和孩子自行商定 如 要想熬夜 你女儿需要保持GPA 要想开车 必须遵守限速规定和青少年特殊交规 要想和朋友出门 必须先给父母打电话 告知去向和地点变化 要想使用社交媒体 你女儿必须同样遵守条款 在网上安全 负责 有道德感 这一切都有赖于 你向她传达 对此 罗莎林德怀斯曼 有一段精彩描述 技术用起来很有趣 让我们了解世界 令人惊叹 但它是一种特权 不是普通权利 由于它是特权 我们就需带着责任感 和道德感使用 在我看来 道德的使用科技 就是不使用它做下列事情 侮辱他人 让人尴尬 公布个人信息 呈现关于自己或他人的虚假信息 未经允许使用他人账号 分享关于他人的尴尬信息或照片 捉弄贬低别人 小学 发送自己全裸 半裸 带凶罩的照片 触高中 贬低自己的形象 记住 事态很容易失控 你我都清楚 因此 我将保留 监管你网络生活的权利 从短信到Fastbook主页 如果我发现 你违背我们的协议 我就会没收所有科技产品 直到你重新赢回我的信任 这就是我坚不可摧 不可动摇的规矩 一些父母选择书面 列出各项义务条款 让孩子签订协议 网上很容易找到关于合理使用的协议模板 无论你决定怎样操作 都有必要进行对话 如果你还没有和孩子谈过这个问题 完全可以对没有早点开展讨论 表示道歉 甚至可以承认自己仍在不断探索该如何引导孩子 底线就是绝不能假设孩子天生知道在网络世界该如何表现 必须告诉孩子能否接触科技产品取决于他本人的自控能力 根据年龄调整使用规定 大部分父母是逐步放开特权奖励的 是孩子自控能力的发展而定 在科技领域更是如此 给五年级孩子iPhone很难说是父爱母爱 他的第一部手机应该只能拨打家人的电话或报警 既不能发短信 也不能拍照 随着孩子安全负责使用手机的自控能力增长 你可以慢慢增加新的特权 记住 手机不只是手机 而是电脑 许多女孩用手机发短信的频率远远高于打电话 她们还会用手机拍摄 接收和传送照片 用手机上网 父母给孩子手机时常常会忽视她们在这台设备上 还能使用其他互动功能 一定要了解孩子手机的功能 和电话公司谈谈监督女儿手机使用的方式 激活与年龄相关的限制 小学女生的卧室不必放电脑 说实话 电视也没必要 这个年龄段乃至初中的女孩也没必要登陆Fastbook 我发现 如今人们认为中学女孩用Fastbook账号很正常 但实际上并不见得合适 10岁到13岁之间 为霸凌行为的高发阶段 这绝非偶然 该阶段女孩的自我意识 不安全感以及融入群体的迫切渴望 随之而来的还有对无法融入的恐惧 正不断蔓延 正如我在第四章所提及的 Fastbook等网站能让女孩感到融入了群体之中 但同样也会激发焦虑不安 更别提那些瞬间失控的网络冲突事件了 如果小学或中学女孩已经注册了Fastbook 那就更需要加强监督 你应该知道女儿的登陆密码 加她为好友 每周检查一次主页状态 倘若她看似不活跃 也许是背着你藏了一个秘密主页 记住 孩子初中以及高中早期邮盛阶段时 父母需要格外监督社交媒体 利益规矩 那些不受限的使用电子设备的青少年 更容易陷入网络闹剧中 也更有可能浏览少儿不移的网站 对科技使用说补 是父母需要面临的最大战役之一 尽管你需要选择战斗方向 但这方面值得一站 对孩子饮食 饮食或穿着有所限制的父母 只需将这种健康的节制意识 扩展到科技的使用上即可 也许不用科技这个词更好 那样听起来 让人感到恐惧和陌生 最好用社交媒体来统称女儿 在网上和用手机做的事 实际上 监管社交媒体与你长期以来 在孩子现实生活中 监管其他媒介是一个道理 某类书籍、电视节目、电影和杂志 这些都是慢慢放开监管的 接触社交媒体及其附属产品 也必须慢慢放开权限 必须靠孩子自己争取 倘若孩子使用不当 就需要承担相应后果 当然 社交媒体与看电视节目等 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 观看节目等行为 只是单项活动 而社交媒体 却能让孩子与他人形成联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就像踢足球和骑马的区别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踢球 随便怎么踢 但骑马就需要保持敏感 你骑在马背上时 要与他互动 关系就是这样的 使用社交媒体亦是如此 允许使用设备或访问网站 绝不是简单的是非题 孩子会获得越来越多的特权 这不仅是按键 而是与人互动 这种娱乐方式承担着更高的义务 因此需要设定不同的责任 衡量标准 解释你的选择 我们需要向孩子解释 为何希望他们在网络世界中安全 负责 讲道德 直接立规矩或拒绝 告诉孩子 我说了算很难奏效 用心的父母在说不得同时 会向孩子解释清楚为什么 用尊重孩子的方法 进行沟通 把他们当作 有权明白决策理由的个体 而且 明白规矩背后的真正原因 女儿也会更恶意去执行 话已至此 还需说明一下 解释规则的原因 并不代表有些伤余地 解释完毕 便无需重复 没错 也许你是周围人当中 唯一立下这些独特规定的家长 但没关系 这是你家 不是别人家 在这里 我说了算完全行得通 解释某些限制时 你可以说 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度 健康生活讲究的是平衡 所以我们只是偶尔吃甜点 不是每餐都吃 我们尽量避免 无间断的工作 这样才能腾出时间休息 我们也不能 一直和朋友在一起 那样就没有自己的时间了 网络生活也一样 我们也要有节制的上网 这是平衡生活的一部分 解释为何重视网络文明时 你可以说 在我们家 尊重是核心价值观 尊重是打造安全和人性化社区的前提 不论是在家里 在学校 在我工作的地方 还是在网上缺乏尊重 人们就不能学习 发展 甚至不能做自己 在网上 你也是社区成员 我希望你在网上和现实生活中 表现的一样 社区中每个人的行为都很重要 社交媒体带来的危险 是需要涉险的另一个原因 向女孩解释这些 同样很重要 网络安全专家 洛丽盖茨 Laurie Gates 建议父母向孩子解释 青少年大脑违也发育 尚未完成 因此尚不具备成熟的理性 逻辑和冲动控制能力 他这么说可不只是开玩笑 持续进行对话 能够让对方确认你对这些规矩的态度很严肃 让他们成为家庭教育的一部分 你可以选一则名人在网上陷入尴尬境地的例子 来谈论社交媒体带来的危险 也可以和女儿讨论人们的网络言行 以此开启对话 别忘了问问他为什么喜欢社交媒体 问问他发短信或打字的速度有多快 享受你们之间的聊天 用此类问题开始对话是个不错的选择 你最喜欢他从他喜欢的社交媒体中选一种 等哪一点 你觉得人们在网上的言行举止和现实生活中一样吗 为什么人们在网上更容易刻薄或粗鲁 科技让朋友们更近了 它会不会也让你在有一种更没有安全感呢 科技会引发误解吗 如果没有科技 你觉得友情会更美好还是更糟糕 打开话匣子后 引入规定就更容易了 以下为规范家庭科技产品时 可以采用的一些措施 将电脑摆在公共空间中 这样做自然可以限制使用 既能保证一定程度的私密性 也能让你足够近距离地观测情况 尽管这对大一些的孩子来说可能有点困难 但小学生的确不需要将电脑摆在卧室里 如果你走向孩子时 他在将窗口缩小 那可能是在做不太妥当的事情 你完全有权问他在做什么 让他打开窗口给你看 将电脑摆在公共空间中 还有其他好处 你可以看见孩子 如果我们把电脑和电视放在他们屋里 网络安全专家洛丽盖茨说道 他们就会沉溺其中 与我们疏远 打造家庭手机停车场 在家中打造一处空间 提前设定好一个时间段 让所有手机摆在那里充电 如果可能的话 让手机静音 可以是事先规定的写作业时间 午餐时间 或两段时间都这么干 尽管这种做法刚开始有点困难 但大部分人会发现在特定时间 不用手机非常放松 没有外部刺激 家庭成员就可以专注于彼此和手头的重要任务 禁止带手机入眠 女孩没理由带着手机入眠 一些女孩在睡觉时 将手机藏在枕头下或放在胸口 这样如果有人发信息 就能及时醒来 倘若闹剧发生了 那些深夜发来的信息常常是不理智 爆发性的 除此之外 这还会让女孩失去宝贵的睡眠时间 要求你女儿睡前把手机放在指定位置 如果她受不了睡觉时将手机留在楼下 你也许可以像一些父母那样把她的手机藏起来 如果你不确定 女儿晚上用手机在做什么 可从最近一次的手机缴费单上找到答案 她接收发送短信的每一个号码及联系次数都很容易查到 用餐时限制电子产品的使用 在餐馆很容易看到这样的场景 成人在聊天 两个孩子沉迷于科技产品 无法自拔 等待上菜的时间也许的确无聊 但这是家人间沟通交流的好机会 关掉线时 在电子设备中避难 会阻碍孩子发展管理急躁 不适或其他尴尬情绪的能力 若是家长不引导孩子学习寒暄聊天 也会延缓孩子该类技能的发展 如果家人允许孩子在家用餐时不参与谈话 孩子日后在别处也会如此行事 让在家或下馆子的家庭 用餐时光成为不容科技侵犯的神圣时刻 在此期间不许回电话或用电脑发送信息 别在餐桌使用电子设备 尽量挨个询问每位家庭成员一天过得如何 每位家庭成员都应简单描述一下这一天最棒和最糟的事情 你可以将其变为晚餐仪式 做作业时限制社交媒体的使用 2010年凯泽家族基金会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一项研究发现 半数八岁到18岁之间的孩子会在写作业时 偶尔或长时间使用互联网 看电视或使用其他形式的媒介 手机震动或网络对话窗口闪烁不停 孩子会时常被打断 这不利于坚持长时间学习 不利于培养孩子维持长时间工作 专注和连续思考的习惯 学习数学或阅读是要求更高的思维任务 科学家将这种学习时间称为集中学习 如果在写作业时使用社交媒体 孩子就会同时处理多个任务 或者在不同任务之间迅速切换 多任务处理不利于集中学习 也会导致严重分神 高一学生爱丽森米勒 Alison Miller每月发送接收27000条信息 他告诉纽约时报自己在社交生活和学业之间不停挣扎 我正在为写作业做阅读 突然来了一条短信 我暂停阅读放下书本 拿起手机回短信 20分钟后 我突然想起来 哦 我忘了还有作业 杜克大学 Duke University的研究者发现 如果家长不监管电脑使用 孩子会选择玩耍 而不是写作业 2010年 仅有十分之三的青少年家长 限制孩子对科技产品的使用 相比没有对应家规的同龄人 这些青少年使用媒体的时间平均少了三小时 父母需要给孩子设定此类限制 尽管青少年做某类作业时更依赖网络 但据我所知 至少没有哪类作业是需要发短信的 让孩子写作业时将手机摆放在固定位置 仅允许指定时间使用如每隔45分钟休息15分钟 这时可查看手机 这一做法能够让孩子在做作业时减少干扰 洛丽盖茨建议让孩子尝试一下 某天晚上做作业时允许使用社交媒体 第二天晚上不允许使用 两晚后 问问女儿在学习效率和有效度方面有何体验 在家实行这些举措时 切记改变习惯 需要一定时间 孩子差不多总是会带有一定的抵触情绪 那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如果我能发短信注意力就会更集中 经历完最初的愤怒后 许多女孩会发现实际上定时禁用科技会让人如是重负 她们长大后 也许会感激你当年为她们带来的孤独安静的作业时光 保护女儿安全上网 采取措施 如果孩子不打算在你的监护之下去某处 她需要知道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 同理 她在数码世界也需要安全指导 我们需要对这两种情形有所准备 网络霸凌或同龄人的持续骚扰 网络闹剧 及朋友间可能会发生的日常争执 在这部分 我将列举一些可以借鉴的防范措施 并分享如何与女儿讨论安全上网的策略 知道密码 一旦允许女儿接触某项新科技 无论是设备软件还是网页 都要知道她的密码 她设密码时你一定要在场 从一开始就表明你会在她的数码生活中扮演监管者的角色 告诉女儿你会当着她面随机抽查手机 社交网络主页或电脑 但请不要滥用监管特权 否则女儿会诉诸其他秘密手段 让你无法发现 如果允许女儿使用Fastbook 请执意加她为好友 或请家中另一位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加她 查看手机缴费单 这件事值得长期追踪 了解她在给谁发短信 发了多少次 何时发送出去的 无线电话公司对儿童使用的手机 有安全监管政策 打电话咨询包括哪些功能服务 并与女儿谈谈是否要启用这些监管功能 不时检查询问 洛丽盖茨建议父母询问孩子的虚拟生活 就像了解他们的现实生活那样 平时你总是想知道她和谁在一起 去哪里 待多久 做什么 她说道 网络生活中的这一切 你也需要了解 了解一下女儿的手机应路 她最常用哪些 让她给你看看自己上传的照片 或别人上传的她的照片 要求查看她的好友列表 看看最近在和谁发信息 这些都是她现实中认识的人吗 也许她不会告诉你每一个问题的答案 但你有权了解 如果她沉默不愿做答 也许就该远程监控了 如果选择监视 开诚布公 随着各类间谍软件的兴起 父母得以远程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 从短信 网页到输入内容 想知道她发了什么 去了哪里是可以理解的 但家长监管孩子网络生活的密切程度 不应与现实中的育儿风格有太大偏差 如果你是那种会问一大堆问题 但不见得会拿起手机 听孩子聊天的父母 那你就可以问一大堆问题 但别拿起孩子的手机看短信 盖茨说道 倘若你监视女儿 但没告诉她 她知道后就会感到你背叛她了 完全可以理解 无论你的动机如何 监视都会发出这样的讯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不信任她 本章之前提及的那句话 不是我不信任你 我只是不信任其他人 此时并不奏效 采用如此极端的手段之前 请思考是否还有其他方式 换言之 别让间谍软件成为你做父母的第一选择 给女儿一个机会 也许她会证明自己可以负责地使用社交媒体 让你骄傲 你可以告诉她 这正是不用间谍软件带来的效果呢 最开始可以随机检查女儿的手机 社交网络主页和电脑在她使用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感到紧张不安 可采用第二步措施 记住 你有权监管 女儿也有权知道有人在监视自己 高中并不代表一切皆为隐私 无论女儿多么费劲地劝说 她日益增强的独立性 并不意味着她有完全不受父母网络监管的资格 在现实生活中 更多的自由会带来更多问题 她刚开始自己开车或与他人一同开车时 你会问她去哪儿和谁一起 如果她遇到女自身价值观不合的难题 你要告诉她无论发生什么 都可以给父母打电话求助 网络生活也一样 无论她如何劝说你 青少年在给父母施压 让家长放弃网络监管方面非常有天赋 你都不能在数码家教监管方面放手 让女儿远离可进行匿名评论的网站 禁止女儿使用人们可以匿名发表评论的网站 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提及的 像formspring me这样极具伤害性的网站上 到处都是初高中女孩 在formspring上 女孩可以注册账户 拥有自己的个人主页 匿名或已知评论者会在女孩的个人主页上随意询问各种问题 女孩们往往也会答复 formspring上可以进行匿名评论 因此成为任何人都能发表残酷言论的地方 在这些网络场所 女孩注册后会遭到熟人的贬损或骚扰 却无法确定是谁 对于使用此类网站的女孩 我会这样告诉她们 人们匿名发表评论时 所作所为不计后果 也无需付出代价 人们会写出现实中绝不会说的东西 还会说谎 只是因为在这里她们可以 她们会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说一些话 我们不能信任匿名评论者 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也不知道他们是谁 匿名并不能赋予人们勇气 让他们说出真心话 只会让人们更加口无遮拦 说出来的话或真或假 所以我们不能信任 邀请别人对你说伤人的话 然后阅读回复 你就让他们得逞了 不论你想出多么巧妙的回击 回复的举动都会让人觉得他们的话值得回复 没有谁是真正人见人爱的 所以别抱这种幻想了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女孩会注册任人评论的网站 他们认为也许自己就是那个人见人爱的女孩 这显然是浪费时间 别关注想打垮你的人 关注那些为你带来快乐和安全感的朋友吧 如果你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 问问值得信赖 了解你的人 别问那些躲在匿名万一之下 伤害你的人 保护女儿安全上网 措辞 关于如何安全上网和做一个数码公民 你需要告诉女儿如下重要问题 网络中无隐私可言 无论你只在邮件中讨论 还是分享对象承诺会保密 都无法绝对保证隐私 内容一旦数码化 就可以无限的转发分享 想象一下吧 如果你拿着一个填满羽毛的枕头 站在帝国大厦顶层 割开枕头倒出羽毛 然后坐电梯下来冲到街上 你只能找到一部分羽毛 但无法收回所有羽毛 这些羽毛会随风飘散 跟着车辆和匆匆的步履 分散开来 消失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发表在网络上的言论或图片 也是这样 一旦被转发 就像这些羽毛一样 失控了 问问女儿 在你面前扮鬼脸 与拍下她的鬼脸发送给朋友有何区别 前者在她掌控之中 后者则不是 她对你扮鬼脸 只能由她本人复制 但朋友若将照片转发到他人的手机或邮箱中 就可以被反反复复重新修改 邮件 聊天记录和短信也一样 最重要的是让女儿上传或发送前思考 如果这些出现在我们当对报纸的头版头条上 会对我造成不良影响吗 如果会 发出去就是冒险 记住 网络内容无法彻底删除 申请学校和求职时也许会有损她的声誉 阻止 屏蔽 举报 网络安全专家为应对网络霸凌提供了三步对策 首先采取第一步 阻止 别通过报复来回应网络霸凌 如果是命名攻击 别试图跟踪霸凌者 这场战役还自赢不了 回复只会挑起攻击者的兴趣 第二步 屏蔽网络霸凌者 对短信 邮件和聊天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措施 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 可谷歌搜索 怎样屏蔽输入网站 手机或软件名称用户 如有必要 可注销就账户 为孩子重新注册新账户 第三步 举报网络霸凌行为 鼓励孩子将冒犯他的言论保存或打印出来 和你讨论 无论你多么沮丧 都不能鼓励孩子报复 否则孩子会将攻击 视为正当防卫 这样更容易陷入危险 无论发生什么 你都能和他共同面对 比遭遇网络霸凌 更可怕的是孤身一人面对一切 有的孩子在成为网络霸凌对象后 不愿告诉父母 因为他们担心父母会不经商量 就做出过激反应 或不再让他们使用科技产品 保持冷静是关键 惊恐万分的反应 大吼 痛苦或威胁学校 都会让女儿更难过 也许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时 他会保持沉默 关于如何处理这种情形 请参阅本章 一定要让女儿明白 如果他成了靶子 手机是不会被没收的 不过必要时也许会暂时拿走让他冷静 要让他明白 无论发生了什么都可以向你求助 告诉女儿 你会采用恰当的回应方式 和他一起解决问题 你无需承诺 自己绝不产生情绪 你可以说作为家长 有时要做出艰难抉择 最重要的是 你需要让孩子 敢于放心地找你求助 别和他人共用密码 许多女孩可能通过共用一个密码 表示关系要好 但滥用密码权利的 往往就是这些朋友 闯入对方账户 假冒朋友发邮件 照片或信息 这种事太常见了 建议女儿 将密码是做信用卡 换言之 有些宝贵的东西 我们连最亲密的朋友 也不可以共享 无论我们多爱这些朋友 假如女儿拒绝 你可以告诉她 下次再有人要她的密码 就说是你不允许 你也可以告诉孩子 如果她把密码给了别人 之后可以告诉你 这时你就能把密码 直接一起改了 总而言之 这是女孩学习 如何与朋友 划清健康界限的好机会 帮助落难者 也许你已经教导过女儿 既要照顾好自己 也要关心他人 在虚拟世界中 这种公民义务同样存在 转发商人的信息 同样也是参与网络霸凌 与时人分享商人的邮件 或图片 和写十张纸条 分别传给不同的人 会产生同样商人的效果 在网络上 你其实可以通过 什么都不做来支持他人 你可以拒绝转发 那些令人尴尬的信息 可以让孩子回忆 在现实生活中 为朋友或同龄人 挺身而出的时刻 网上也是如此 如果他在网上看到了骚扰信息 令人尴尬的照片或其他不良行为 你也希望他做出同样的善举 女儿作为目击者 该怎么做是你们之间协议的重要部分 从糟糕的网络情形中走开 任何人 不管是你女儿 你还是美国总统 都不该再大哭 恼火 惊恐或产生其他强烈情绪式打字 我们都会无可避免地说出词不达意的话语 如果女儿沮丧的时候 拿着电子设备 你需要把它拿开 当然你会遭遇强烈反抗 孩子会发狂地坚持说打字 是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是把手机或电脑拿走 让他先冷静一会儿 然后邀请他 给冲突当事人打电话 随后你可以提出 带他去对方家中 或建议他与对方约定时间 第二天在学校当面聊聊 第二个选择 是让他完成对话 随后与他探讨 难过时打字的危险性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 都别放过这些时刻 另一种有毒的打字 诱惑来自结盟 极小团伙 女孩常常迫使彼此 加入与己无关的冲突 网络世界同样如此 甚至更简单 敲几个字就可以了 我会这样建议 被朋友要求加入他人冲突的女孩 你遇到这样的事 我真的很难过 但我觉得我不应该干涉 我保证我也不会和冲突 另一当事人谈论这件事 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什么 我俩的友情不会受影响 也可以采用一些 更柔和的回应方式 如 我觉得这么做不舒服 或 我觉得这样不妥 咱们回头再说 如果可能 直接转变话题也可以 如果有人与女儿 发生直接冲突 建议他输入此类内容 我真的不想 在网上讨论这些 我现在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另一种选择 我们可以明天建议时间 在学校当面聊吗 如果你现实中不会那样说 别发送 难过的时候 女孩总是会打出 当面不会说的话 随后矛盾便无可避免 惊慌 不安全感 愤怒 极度或恐惧 让他们在冲动之下 发送信息 对友谊造成损伤 监控女儿的每场对话 是不现实的 事已至此 找机会和女儿聊聊 问她是否感到一种诱惑 希望自己在网上和现实中 是两个人 在聊聊这样做的后果 为了让女孩避免这种错误 我会给他们两条建议 首先 如果你发信息上瘾 那么在情绪激动 发信息 或聊天等 停不下来的时候 千万别打字 如果你非常难过 很可能说出词不达意的话 放下手机 或远离电脑 其次 如果你在发短信或上网时 觉得与某人产生了冲突的苗头 冷静一下 发布状态或发送信息前 大声读一遍 思考一下 我会当面对那个人这么说吗 如果会 点击发送即可 如果不会或不确定 请重新编辑 然后再读一遍 你会当面这么说吗 有些话你在现实生活中 也许不会提高嗓门说 但在网上是否用了大写字母 来宠人吼叫呢 如果不确定想写的内容 在现实中能否说出口 别发送 别和朋友在网上吵架 如果你想有效引导孩子 思考一下女孩在网络冲突中 可能会做什么 首先 网上争执 无需直视对方的眼睛 也听不到她的声音 其次 面对网络冲突 人们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怎样回复更可当 把这些观察结果告诉孩子 然后理清头绪 如果无需看着对方 你就会不再思考她的感受 离开了眼神交流 我们对是否会伤害对方 就没有那么敏感 只专注于发泄自己的情绪 那种情况下 我们很容易辞不达意 一时间 我们会因为虚假的信心而膨胀 可这种信心 片刻之后就会消失 留下我们面对冲动 带来的一团糟 如果听不见对方的声音 我们就很难知道对方的语气 以该句为例 我从没说过她偷了你男友 重复几遍 分别强调不同的词语 这个句子听起来或愤怒 或向自我防卫 或迷惑不解 这下你明白了吧 误解时常发生 我们只能读到文字 但也许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认为对方在发怒 不必要的闹剧 可能会由此而生 告诉女儿 在网上解决争端 听起来似乎很棒 但操作起来 很快就会变得一团糟 科技永远不能替代 坦诚真实的关系 尽管面对面 听着对方的声音 解决争端很艰难 但这是带着尊重 成熟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也是唯一途径 如果小心谨慎的使用 在一些情况下 邮件或许是个 可以实现有效沟通的例外 然而 如果它也沦为愤怒 短信或聊天的发泄渠道 就不再有效了 别用社交媒体发泄 对关系的不满 社交媒体有状态更新功能 这是及时的公开声明 可以告诉别人 自己在哪儿或感受如何 遗憾的是 正如我在第四章提及的 许多女孩在更新状态时 会冲别人发泄 会邀请整个社交媒体圈子 围观评理 或更糟糕 直接参与其中 也就是说 中学生的一条状态更新 会被几百个亲密好友看到 你不在我生活中了 太高兴了 没有你我过得更好 这些几乎毫无例外的 成了闹剧导火索 这条状态讨论的对象会感到尴尬 生气或认为有必要报复反击 和女儿探讨一下 在状态更新时 分享哪些内容比较妥当 哪些内容最好私聊 谈论性爱短信 尽管发送性爱照片或短信 并不属于霸凌或攻击领域 但倘若令人尴尬的照片 流传到了不该去的地方 就会成为伤人利器 男孩女孩都有可能做出这种事 正如我在第四章所提及的 男孩可能会问女孩 要裸露照片调情 糟糕的是 很多男孩要女孩照片 是为了向朋友炫耀 对男孩来说 有一张彭林人的裸照 或伴裸照 是确认男性魅力的证据 许多女孩担心 如果自己不发送照片 男孩对他就不再感兴趣了 为了维持关系 女孩会满足对方的要求 坦诚地和女儿聊聊 如果有人要求他 发送这样的照片 他会怎么做 如果你能做到在批判 性爱短信的同时 不反对调情 如果你不反对用这个词的话 或约会 他就能够怀抱信任 与你谈论此事 罗莎林德怀斯曼 睿智地写道 现实生活中 一个理智的15岁女孩 绝不会站在喜欢的男孩面前 脱光衣服问 这一下喜欢我了吧 也不会同意让一个男生 把所有朋友都喊来替他判断 问题不在于 他是否吸引这个男孩 而是他在按下发送件时 赋予男孩的权利 尽管男孩保证了 不会给别人看 但还是有很多看似可靠的男孩 称同龄男孩 抢走了他们的手机 把女孩的照片 传到各自的设备上 如果他的确发送过此类信息 且图片或信息失控 他必须向家长求助 如果他在网络世界被羞辱了 要让他专注于度过危机 帮助他重返校园 等后果平息后 再介入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和全国各地的家长都讨论过 在数码时代教育孩子需要面对的挑战 每当工作方块结束时 我都会给家长留出时间 分享使用对策 共同分担困难 家长们就像微波炉里 慢慢爆开的爆米花一样 会先发出试探性的声音 一位家长说了 发现女儿半夜发短信 另一位承认说她自己都忍不住 要不时查看黑莓手机 许多人点头表示赞同 他们都笑了起来 大家开始分享自己的家规 或如何缺乏家规 一开始 父母们都自信满满 打算回家尝试新对策 无论科技多发达 我们人类的习惯和直觉不会变 我们只要互相交流 就有机会互相学习 形成互相认可 互相安慰的社群 别低估其他家长的力量 他们可以帮助你 确认家长权威 尽管你那痴迷科技产品的女儿 可能在努力否认你的权威 最重要的是 记住你是家长 如果家庭成员能从一开始 就坚持贯彻育儿时的核心观念 科技就没那么吓人了 没有什么网络问题 是你不能帮助孩子解决的 没有哪种科技产品 网站或应用 可以改变你身为家长的事实 聆听自己内心的原则 便是参考最棒的育儿手册 感谢观看